好了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們的勇者喔 那最近基本上有這個元傑七夕相冤勇者大陸的活動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有這兩個skin喔 那這兩個skin的話 大家可以直接用我們的鑽石購買 而且現在是一個半價的活動啦 所以這邊玩應該會買一個這個 很可愛的這個 仙女的那個服飾喔 因為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喔 那先買一個裝扮 那裝扮的話 基本上在我們時裝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來買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邊最左邊這邊有一個50% 50%啦 所以目前來說是有偏一半的 然後只要500的鑽石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買一下我們的這個 沒有問題 超可愛 好不好 那基本上這款遊戲它的那個 實裝應該是沒有什麼加成效果的啦 所以就是 就是好看而已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看一下喔 應該就是好看而已啦 但是有一些炫光我覺得還算是 蠻漂亮的 你看 這邊有那個炫光 所以我覺得 製作化如果有一些就是很漂亮的一些就是 造型或是skin的話 哲平應該也會來購買一下喔 其實真的 還蠻美的捏 然後基本上因為鑽石阿的話 這款遊戲也是會一直送啦 所以你也不用那麼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其實 慢慢玩就可以了啦 就也不用那麼緊張這樣感覺囉 OK 那我們進去的話 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關卡喔 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 我們上次打到的是第28層 我們就繼續給他K下去喔 換成這個裝扮的話 我是...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可愛 而且他後面還有拖曳的那個就是仙女翅膀喔 因為只要500鑽啦 如果你鑽石拿去抽的話 你就是 之後再慢慢累積就好 因為他感覺就是 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有沒有 他都會給你一些就是那個 造型的一個那個 半價的一個那個效果 而且其實他的造型都還蠻可愛的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 花大錢才可以買一些就是更絢麗的 其實我們這樣就可以變成一個超萌可愛梅子了欸 沒有問題欸 真的是很棒 那現在基本上因為我們上一次啊 昨天的關卡打完之後的話就發現就是 地圖上有一些敵人他們會開始就是 地圖上會有一些那個 冰爆的一個效果喔 真的是比較麻煩了 所以這邊的話要小心一點點的 那個冰爆的話會 會直接就是把你冰在原地 會有點麻煩的那種感覺喔 那大家都還蠻推薦哲平的這隻那個就是鯊魚槍槍的啦 所以我就有先把他生產了 但是我看到因為最近他這個遊戲打的廣告還蠻兇的 那我看到有拿到什麼是不是什麼烏毒娃娃 還是什麼死神鐮刀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帥欸 那個只能等到我就是存到70抽的時候 我再去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些裝備抽出來 應該是蠻帥氣的喔 好 沒問題 現在其實換了這個造型之後啊 我覺得就是 哇 我又 我又更喜歡玩這款遊戲了捏 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基本上真的還算是蠻便宜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喔 真的是還蠻便宜的 背包又滿了 沒有問題 某那個忍者的那個廣告就說 欸 我萌獻的時候就拿到一個專武 因為這個人是我老爸 幹 我也想要有這種老爸 拜託 先給我個專武這樣子好不好 好 這邊先分解 然後裝備這些的話就是慢慢打啦 然後慢慢收集那個粉塵 然後慢慢把你一些東西提升上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遊戲的話 呃 除了吃技巧以外 再來就是 裝備一些效果還是會吃喔 但是其實也不用那麼擠啦 慢慢的玩已經就可以變得比較厲害了 啊你如果打不贏的話 你可以先跟別人一起刷那個魂卡關卡喔 魂卡關卡現在我已經能夠打到那個就是 地獄還是更高一個階級了 我 因為我上次的話我有一個單人打過 其實 這遊戲真本說真的就是 你只要好好保護一下自己的血量 其實說真的 你能夠通的關卡就會比較多 然後你可以帶就是你的技能等級要提升啦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補血的技能也可以帶上場 基本上應該就會稍微就是比較簡單的可以打一些東西囉 好 我們就繼續去打一下其他的那個小Boss 目前打起來已經開始跟我們一開始玩的時候已經感覺不太不太相同了 你看現在其實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彈幕喔 而且基本上其實他們怪物打我們的傷害也還算是蠻痛的 那如果你想要更挑戰自己的話就是那個鑰匙那些的話都很不錯 那目前來說因為很多活動都是可以換鑰匙的嘛對不對 那那些鑰匙的話基本上是建議大家就是 把你的那個就是現在這個能打的關卡都先打到一個最高等喔 像哲平現在的話是打到我們的那個28層嘛 那我們這邊開出的鑰匙的話就會變成是28層的鑰匙 所以是建議大家就是平常因為你們可能沒有在拍影片嘛 就盡量趕快把自己的那個等級啊或是關卡給他衝高一點點 這樣基本上你們拿到的鑰匙喔就是會是比較高等的一個鑰匙 會會能夠打到比較好的東西這樣子喔 然後關卡也會比較有挑戰性這樣子喔 但這遊戲基本上就是比較比較尷尬的就是 欸大家可能就是之後可能開學或上班 我一直在被拚欸是怎樣 呵呵呵呵呵一直在被拚欸 就是你們在開學或是上班的時候可能就是比較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玩喔 但是這款遊戲的話比較沒有一些掛機的系統 它有啦就是那個我們的寵物的那個掛機系統 所以體系統也還算是ok 然後每天的話都可以就是幫你累積就是多少的那個就是 次數喔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跳一些時間 你能夠玩手機的時候再來刷就可以了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冰凍的這個東西真的是有點麻煩你知道嗎 會一直干擾我們欸 呵呵呵 它會自己把你冰到原地然後你就沒辦法走動 也不是說會被打死還是什麼的就是 就超超級會控制你超麻煩的 喔沒問題你看我們現在基本上這個技能啊 真的是完全全沒有什麼問題 一過去一個那個打臉就直接把它給蹦掉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其實應該是可以打到蠻後面的一個關卡 而且加上我們現在其實魂卡都有在加強嘛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魂卡系統我等之後如果我們有就是比較多魂卡的時候 然後再看一下觀眾有沒有留言一些就是 呃比較有趣的一些配套方法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我我其實玩遊戲啊我比較不太會去配一些東西 喔我我比較會的就是每天去打然後去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像大家看到我玩那個呃什麼一拳超人啊 或是玩一些就是需要去配裝的遊戲 我基本上都是靠觀眾在幫我的 因為我以前玩線上遊戲的時候我都是屬於那種就是 練等可以練很久然後練很快的 就是比如說我就是玩那種就是坦克的職業啊 然後我就可以一個人就是在那邊就是用一些就是很爛的技能 然後花超久的時間然後把那個角色練起來這樣子 然後但是裝備的話都是別人幫我配的 因為我很懶得去爬那些文章喔 看到智慧想睡覺哈哈哈哈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就是跟觀眾這樣互動然後分享一下 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一些設施 或是怎麼樣來告訴我這樣子喔 哇這隻 這隻科學怪人是目前唯一 扛住我們傷害的欸 要不然就是我剛剛就是沒有站得很近這樣子 他居然扛住了我們一波傷害了喔 好28層也是順利的通過 目前還感覺打到三四十幾層應該都 都可能就是都還是ok 但是可能30層開始的話就會有一些就是 莫名其妙的一些東西出現囉 然後像我因為最近都沒有什麼抽武器啦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就是取得更多的一些就是 加加加一加幾的那些武器 那你就會比較難去升級你的一些那個武器這樣子喔 那你必須要有更多的那個加加的那個武器 你才可以就是去那個拿到更多的一些那個 就是身心的一些東西 那個身心一次就要耗超多那個加加武器的 會比較麻煩 看以前我們打這個就是小boss關卡來說的話都是 炸一下有沒有全部都死光光了 但是現在的話基本上 大概也要炸個那個兩三下 那如果你你離比較遠的話那就更麻煩了 因為你可能就 根本就連連那個都打不死喔 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來 所以要盡量離近一點點然後直接把他KO 這關的話基本上又回到我們那個紫色光球炮了 這也是比較好一點點來紫色光球炮 總比那個就是那個冰凍的那個好多了 冰凍那個真的有點煩喔 好朝那個王炸下去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到我們那個就是王的那個關卡的時候的話 他這些都會重新再刷新啦 這次應該是沒有辦法直接直接K爆 好因為他是火屬的喔 比較麻煩一點點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先努力的把關卡通到一個比較 上面的一個關卡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把那個裝備全部都給他 換一批批新的這樣子 然後抽武器那些的話就是抽那個 寶箱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在努力的存那個 存70抽啦 因為我想要拿到那個超越的那個 超越的那個寶物 所以其實有一些武器啊 其實大家一開始抽到一些 因為他每30抽就會給一把那個傳說嘛 或是超越那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用這些東西其實就 就還蠻夠用的喔 然後慢慢的打就可以了 然後再跟大家刷一些魂卡的東西 所以初步階段也差不多就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之後搞不好有一些什麼合作活動或什麼的話 應該會更嗨喔 這蠻期待把其他的一些就是IP啊 做成就是我們的這種就是 點證圖的那種感覺的 應該會蠻好玩的 可以喔刷起來 其實慢慢的 你可能就會覺得就是關卡有開始稍微就是 變得好像就是比較棘手一點點了 所以我就很喜歡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的拍給大家看 因為這樣這樣才會比較有趣喔 要不然一開始大家看到 喔第一部介紹影片然後第二部影片就是我最高等 然後在那邊轟轟轟衝衝來衝去 那就會比較沒有一些就是那種成長時的感覺 因為哲平做youtuber的最最最最初的目的就是因為 以前啊我們那個年代啊就是 呃跟朋友他們一起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都沒有記錄下來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後來我發現哎呦居然有這個平台可以記錄 所以我後來就就開始就是 拍一些東西 所以大家可能看哲平玩遊戲都是屬於那種哎呀 你怎麼都是玩這種比較日常的啊 為什麼不去做一些攻略型的影片啊 因為我只是目的就是想要記錄一下就是 我自己玩遊戲的過程啦 然後以後老的時候的話可以回來再看一下 以前自己到底有多白痴 呵呵呵呵 然後我也很喜歡跟觀眾一起分享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並沒有就是要成為這個遊戲的最強喔 但是我很願意就是聽從大家一些建議跟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樣才像是有在玩遊戲的感覺嘛 因為我們以前啊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是 或是一起窩在電視機前面啊 或是窩在電腦前面 五六個人喔 玩一台電腦然後大家都會互相討論一些東西 我覺得那樣的年代的話應該是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現在人手一一台手機嘛 然後大家都有一台電腦 你就比較少能夠就是大家混在一起 然後去別人家 然後玩電腦那種感覺 所以現在的話我還是比較喜歡就是以前那種氛圍喔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一起來通關這樣子 欸以前那個時候 大家 喔大家五六個人打死一隻BOSS 喔那是多開心的事情 那個會嗨一整天欸 然後連半夜都會回想到那個時光 真的很棒 其實以前遊戲真的都 都都還蠻好玩的 而且都很hardcore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一起在那邊玩 然後就可以玩很久 然後看大家破關有沒有 死了就換人 然後就超級無敵好玩 但是現在基本上 現在小朋友比較難經歷到那樣的時光嘛 因為現在大家全部都是在就是人手一擊嘛 對不對 而且現在都比較喜歡就是玩那種就是比較快速的遊戲 比如說MOBA遊戲啊 或是一些就是比較能夠一場一場賽制的 我們以前都是那種玩那種就是 單機遊戲啊 然後或是那種就是 通關遊戲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有有很多BOSS可以打 然後你就打完的時候就會換一些就是比較厲害 然後看別人打完的時候你就喔好開心喔有沒有 呵呵 以前都很喜歡玩那種遊戲啊 不過我也是蠻喜歡現在這些遊戲的就是了 因為我自己本來就蠻喜歡玩遊戲的喔 所以這就是哲平為什麼就是 呃做直播啊做直播做影片的話都比較不是偏向那種攻略 也比較少會去研究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一些打法 但是因為我就是在玩遊戲嘛這樣感覺囉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順利打到了我們的 第29層囉 接下來的話名稱應該可以來打我們第30層啦 那今天的話我稍微買一下我們這次的這個七夕的這個造型啊 大家如果也喜歡的話也可以來買一波 我是覺得真的還是蠻好看的這樣感覺喔 然後記得我們這邊的精彩活動這件東西都要領一領 然後東西都要提前先換一下喔 不要跟哲平一樣上次少換了一隻幻影好不好 超級無敵白癡的啦 明天我要來帶給大家看一下我們30層跟另外一顆 就是我們全新的這個傳說寵物蛋 我看一下會猜出哪一些寵物囉 那麼視頻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